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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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吉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持奏誦經為何有功德 我相信多數學佛者對於誦經持奏 都有很強烈的一種興趣 那麼我們持奏誦經是如何產生這個功德的呢 今天本人就來為大家一一的解釋 首先我們先來談持奏 奏語跟我們念佛本質是一樣的 佛菩薩在因地行菩薩道時啊 經過造宅永結的修行 累積了很多福德功德在這個奏語符號裡面 那麼佛菩薩成就之後啊 為了渡化我們眾生他們就發願 只要有眾生肯念佛菩薩的聖號 祖語我將我所修的福報功德啊 完完全全的供養布施給眾生 所以我們念佛持奏第一個功德就是佛菩薩 經過他們累積修行的福報功德啊 來供養我們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身口意來持奏 等於間接接受到佛菩薩們的供養 所以我們念佛持奏第一份功德是這樣子來的 第二份功德啊 就是我們透過身口意來持奏的當下 我們能夠跟佛菩薩的本尊相應 將佛菩薩的大悲心慈悲喜者之心 透過我們的身體透過我們的身口意的行為 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來去利益一切眾生 這是第二種功德也是真功德 如果各位還是不了解 那我就打個比方 像我很喜歡持六字大名咒 那麼我能夠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將觀世音菩薩的這種大悲心慈悲喜者救度眾生的心 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話 那麼當下我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分身 我當下就是觀世音菩薩 那我將觀世音菩薩的身口意這種大悲心慈悲喜者的心 展現出來的同時 這就是功德 這樣各位清楚嗎 所以念佛持咒的功德是來自於這兩方面 那我們現在來談誦經 誦經跟念佛持咒本質有點差別 但是共同點都是一樣 我們透過念佛持咒送經 都在進化我們的身口意 進化我們意識田中裡面的這些不好的種子 我們簡稱叫消業 將不好的轉化成好的 那麼經文本身有經文的功德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在誦經的當下 我們要以恭敬心 平常心來誦經 那我們在誦經的當下 等於我們在代表佛 在宣說佛法 整個法界眾生都在聆聽 我們在誦經的當下 等於在做供養 誦經 供養給這些法界眾生 這些法界眾生聽到這些經文 他們會法喜充滿 進而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如果我們誦經的程度 越專注 越恭敬 那麼來聽的這些法界眾生 就會越來越多 他們就會越來越法喜 那我們與經相應契合的程度 就會越來越高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能夠將經文的含義 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從這當中去體正 從這當中回觀反照 見到自己清淨自信 就是真功德 那我在這裡跟各位講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公案 讓大家對誦經有更深的了解 北宋時期 有一位政治家 教育家 名叫范仲淹 范仲淹的母親過世 范仲淹來到佛寺 請了一千位的法師 為母送金超度 送什麼金呢 金剛金 送金超度 當天晚上 范仲淹的母親 就托夢給兒子 就說 兒子 感謝你 由於 你請法師 送金為我超度 我因為半部金剛金的功德 得以升天往生極樂世界 范仲淹在夢中一聽 覺得納悶 我明明就請了一千位的法師 送了一千部的金剛金 怎麼會是半部金剛金而升天呢 母親在夢中就笑著跟她說 明天你到市裡 你就明白真相了 半仲淹第二天早上起來 就來到市院 就問了知客法師說 請問法師 昨天有參與為我母親超度的 一千位法師裡面 有哪一位只有送了半部金剛金的 當時知客法師呢 也納悶 我們送金都是一步送完 才有可能離開 怎麼會有人送半部 而自行離開的呢 後來呢 從這個廚房大寮 走出來一位老和尚 老和尚看到范仲淹之後 就說抱歉抱歉 昨天我確實只為你母親送了半部的金剛金 那我為何只送半部呢 老和尚說 因為我要忙廚房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只送前半部 打算今天要把後半部給補足 范仲淹一天到老和尚這樣講 二話不說 馬上頂禮這位老和尚 就說老和尚真感謝你 由於你只送了半部金剛金 我的母親才得以升天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老和尚就說了 他說 送金其實不難 難在於多數人送金都是妄念紛飛 難以專注投入 無法跟金相應 無法跟金打成一片 所以我們在送金持咒 若無法做到真正的專注的時候 那麼這送金充其量 叫做累積福報 所以范仲淹聽老和尚一講 覺得很有道理 老和尚又接著說 我們在送金等於在代表佛陀 在宣說佛法 法界眾生皆在聆聽 送金的當下等於我們在送金供養法界眾生 送金供養法界眾生 這是第一篇功德 第二篇功德是 我們若能夠無分別的去送金跟金打成一片 這是第二篇功德 第三篇的真功德就是 我能夠從送金裡面見到清淨的自信 是明真功德 所以老和尚呢 就在當場跟范仲淹開示 鼓勵我們 送金一定要專一專注 我們今天要送金 就選擇一部金固定好來 就開始每天送每天送每天送 剛開始 不懂 沒關係 只管送 從這當中啊 去淨化我們的身口意 從這當中去破除我質 這樣子呢 我們才能夠領受到金文的力量 所以老和尚這樣講 送金能不能幫助我們開悟 可以的 重點在於我們要具足恭敬心 虔誠心 以及專注力 所以我們送金為何有功德 因為金文本身就有功德 透過我們的身口意 來送出來 表達出來 法界眾生都能夠得到利益 又能夠呢 藉由金文來回觀返照 見到我們的清淨自信 這樣子才是真正的圓滿功德 所以我們送金 我之前呢 常跟各位說的 我們一定要專注一個符號 一個咒語 或是一部經 修行不是貪多 是在於我們能不能 越恭敬越專注的去持送修持 若能夠越專注的修持 一部經 一個咒 乃至 一個佛菩薩的聖號 我們都能夠從這當中 得到真正的法喜 所以 像以前 梁武帝也曾經問達摩祖師 正至登基以來 抄寫經書 供養生女 建造寺院 敢問大師 正 有何功德 達摩祖師 就直接回答說 無功無德 所以我們 修學佛法 有時候我們要 深刻的去了解 什麼是功德 功是利益眾生 對這個眾生 有助益的 或是對這個社會 乃至國家 有功的 叫功 德是我們內在 清淨自信的顯化 名為德 所以不要小看 誦經 持咒 或念佛 這些東西看起來很簡單 如果我們能夠 認真地來修持 那麼對我們走上解脫道 那個力量就會更加的強大 我們在修行路上 人生道路上 會更加的順遂 所以今天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何誦經持咒 有功德的一個主要因素 希望各位能夠明白 最後呢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吉祥如意 阿彌陀佛 保佑 問題 我們下綁